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了的表演 即是冯sir的表演 我证明了我自己看 我可以教到人 更加轻松 昨天也有少少压力 印象最深刻 我一想就是想到 為什麼那把口可以變得那麼多聲 當你第一次聽 你會看到 你一定是默定口 你要學這些東西 怎麼學啊 根本 沒得我的 一開始我自學 是覺得這件事很容易 所以我當初就想 教人而已 就像我那樣 一兩天搞定了 基本三人 沒問題了 剛剛陳嘉偉所說的 其實就是好像我 教書的頭一兩年 我自己學數 死做難做就行 我教 我對給你做 為什麼做不到 為什麼加減成除數 不會做 為什麼用計數機 我每次都用心算和不算 然後到中期的時候 知道應該要降低個層 應該用他的角度去看 九分 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相信大家在台下 都是這樣想的 鳳Sir今天學Feed Force 不是吧 所以 最終做出來的效果 很滿意 比我想像中更好 所以九分是值得的 我一直都是給他滿分 在教的方面 表演的方面 不能彈 我覺得 最後一句說話 真的是 好 我很忠心感謝陳家偉 他是一個好老師 參加的原因 你有你的原因 我都有我的原因 我的目的 我也想帶出一個訊息 給其他人知道 我們的學生是可以的 給多些耐性自己 給多些耐性的學生 學生未必可能在短時間 一年或者兩年去改變 所以 繼續證明Feed Force 來看 他搞了我出來 是有價值的 我會繼續 很感謝 他 一開始沒有放棄過我 好像陳家偉 如果 可能在中二那年 我放棄了他 我不是說我能夠改變他 但我好像 大部份人都覺得 他都不能夠 這樣 對他來說 可能對他一個打擊 因為 這兩個半月 我未試過感受得這麼多 真的想不到 自己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可能我搞到人哭 從小時候 因為我自己很害怕 但現在 我自己都哭了 不是因為我很害怕 因為 自己的改變 自己的努力 喜歡得到證明 我自己很開心 陳家偉 是可以很厲害 其實 有陳家偉的 存在 我覺得 我們更加實在 他所有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是 與我無關 那 到時候 我可不可以做回 風雪的角色 去 教到一班 好像變成我 這樣 把大家 不好的東西 改進去 因為他經歷了很多 事情 是他自己經歷 我們只是在旁邊 扶一扶他 配下他 人生大道理 我就 不可以大到那麼多 但是我會把 我經歷過的所有事情 分享給他們 究竟 怎樣去 逐步逐步去 改變自己 怎樣逐步逐步去 證明給 你喜歡的人 你珍惜的人 甚至 最重要是你家人 去看 其實 我不是那麼沒用的 我真的祝願他 繼續下去 如果他肯堅持下去 他的成就一定會很大